Hello, 大家好, 今天有请王喜来到高登的办公室 看到后面的选择楼是执轮的办公室 差不多了, 就这样了 我们现在如何称呼独立艺人 KOL, 网红, 不可以用独立艺人 现在很敏感 现在要资深艺人 社会资深人士, 陪大家成长一起去的资深艺人 现在是自己弄TV出来, 是否觉得轻松很多 也不是的, 等于没有你们这么多才多艺 我只剩下一张嘴 一直都在嘴里, 和大家聊聊聊天 然后就尽手买一些天然产品 是否帮补加计呢 其实是这样的, 那间网店提供IT技术 我们就跟他合作 然后他帮我设了网站 然后顺带迷, 帮他买点东西 我都可以的, 但算不算是一个黄的艺人的出路 你知道现在可以选的电视台 或者名出的地方 首先第一点, 现在香港不会再有演艺事业 你不会有电视, 也不会有电领 那比如我呢 反过来, 大家所谓的光谱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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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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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设置 然后你要存齐同一种颜色的 编剧, 幕后, 主要创作, 然后就是导演 然后就是主要演员, 然后連配角都要同一个色系 金主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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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主也要 然后还要是题材 然后就是要去到指定的观众 是观众,还有发行和地域,所以你怎样可以存在一套呢? 香港的地域只是香港和台湾,应该没有股大股市场 也不是,现在内地有多少制作呢? 也没有,不关疫情事,由去年阴阳合同开始,大家就不会再投资下去 然后他给那张列表你能够拍的题材,又是那些你不会写的题材 或者写完之后不会有人看的题材,那你可能会有个自由市场呢? 既然上面那么大的工业都可以无籍而终的话,那香港又算什么呢? 所以没有了很多工厂的收贷器 只剩下电视,电视看到我们地田区的台,好听的是少赚了不知多少% 但其实是时务,然后看到他们有很多很不合当的董事局决定 那些投资或者债券,全部都是令到多来不易的广告费 就固诸流塞,然后经常都断亿断亿地计算 你看到他的pattern很快就会播出亚士的后层 他就会不断找,现在有个工程师做新老板 是,是,搞不得八的 之前有一个陈国强,他未坐车都不知道做过什么 然后突然间叫做工程师进了来 然后这些很明显都是在外压泊车的 是的 那你试一下,然后就会变成无线的亚士化 然后你会看到,你经常看到很多同事 譬如说做了20年30年都是一些比较旁边的角色的同事 我原来签一宿还要减薪工,然后还要做得很苛刻 还有令到你不舒服的一些无形的枷锁 再添上去,你想想要用这些方法去捆绑住同业 才可以安心有足够的人手去开戏的话 那么这个运作很明显已经是去到… 不是,是不是… 都不能说粗口,喝不知什么止喝 我们没问题 哈哈哈哈 我经常读那个字,我读了粗口的音过来 喝浸止血 我经常读了一个错音 所以看到电影又没有,电视又没有 然后加上… 其实媒体都快没有了 都不会,其实一直以来我没有一个免费的电影 如果我有免费的电影 我会登记成为高登记的分子 可以的,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那好吧 我们稍后跟你立刻搞个 那你就不要这么搞,那就好了 不要说得那么绝 一定要不是那些免费的电影 才能登记,我说得很绝 因为我看到,例如Dini姐也是上来看新闻 我会想,我可以跟回她的步伐才行 那现在是否轻松了很多 没有那些大台加锁 自己有个Warnheed.tv 台主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 由小到大的烦恼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合理期望 是合理期望 我们常常有一个合理期望 就是,老师会充手 不要让我不合格 我们的合理期望就是 我无认家长签名之后 不会被拍照 是的 所有我们的烦恼和祸患 都是来自这些所谓的合理预期 等于我们再有本地的所谓的影迹事业 很多我们的同业 会有一个合理预期的幻想 幻想 是有些人真的会弹起 但是他不只是遇到一个角色 就会弹起 还有,拿出来的成本 我们看不到 分别是干净和不干净 所以,除非那个人的成功过案 老实地告诉你 他拿过干净和不干净的成本 而得到这个角色跟着弹起 但还要在他身上会发生到 因为天时地利人 其他人不可以 他肯拿那样不干净的成本 对方肯要才行 不是你拿出来 大家一定会要 所以到你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 你遇到那个老闆 又或者遇到那个甲坊 你肯拿出来 那甲坊肯不肯要呢 所以那些捱了一段日子 然后会弹起 然后会有好日子 你再看看当时的环境 那个客观 那个 如现在我们的社会经济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至于7月1日开始 就算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角色给你 就算现在天时地利 什么都齐了 但是,有没有人看电视呢? 没有 就算看电视也好 有没有客人会找你做很多事情 会不会再去遗州 冬莞那些长夜场呢? 没有了 没有了 那,就算旦被铆起了 有了名字後 你去哪里行使这个名气呢? 没有地方去行使这种名气 那你何来换到金钱呢? 唯有上网换名气 不行? 但是,你想想曾老爺上網幫忙買紅酒,最後落下賣假酒的下場 因為你不知道你的伴侶給你那些有多真有多假的 你就拿了你得為不義的reputation去幫他們經營網上傾銷 但是最後你又沒有辦法驗到你所賣出去的貨幣是真零零零 說順子而已,中國人騙中國人 你知道在網上最好賣的就是吃下肚的東西 然後你吃下肚的東西原來可以是假的,沒有大件事 尤其是假酒,吃死人的 這些都是很嚴重的刑事罪行 賣假酒,基本上是拉粒的 所以你說現在已經establish的藝人 就像我那樣在網絡上找兩餐 但是仍是所謂up and coming的同事 我真的有點擔心 不用擔心的 我真的屬得出黃的藝人又肯表達自己的 不是真的很多的,市場很大 反過來看,藍呢? 藍的,我覺得是很懷孕 藍的是不是真的肯扔錢出來? 也沒關係,我們要數手指 我們要客觀一點 我們不要被我色系影響了 我們看看有沒有一個成功的 不是黃色的藝人在網上 可以很成功地做一些節目 又或者有些很厲害的見面 不是黃還是黃? 不是黃的 不是黃嗎? 李梓敬肥仔結果也算不算 李梓敬不算 何君堯可能也算 李梓敬其實是沒有何君 是不是? 他整個藝人都被掩護了何君 只不過他明顯是沒有吸何君 是啊 很明顯是,無論什麼色系都好 其實只要他是用心去做的話 都可以有好成績 不過這個李梓敬是不是藝人? 不是 他是政界上的 是政界演藝人 不行不行 政界因為他有很多不同的 瓜葛利益 真的是藍的藝人 我們去找藍 例如黃的當作是 我們大家已經知道了 藍的譬如楊明呢? 其實也算是半個 但他有沒有經營網上的藝人? 他是實體的 半個商人 現在回到來就是 如果不是黃的藝人 如果在這麽慘淡的演藝事業上 如果他要 播遷到網上去找食 有沒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可以鼓勵一下不是黃色的藝人 有嗎? 有嗎? 現場觀眾 請你回來做什麼? 我扮觀眾 這樣就慘了 這樣就慘了 原來不是黃色的 反而是沒有市場的 這樣就慘了 這就慘了 不是黃色的 就要依賴傳統的演藝工業 去謀生 但我們能看到的 眼前的走勢就是一直向下 還有 裡面最卑微的去唱夜場 現在沒有的 沒有的 是慧州的廠執 廠執了 沒有工人 那何來會有酒吧? 現在不是唱夜場 要去唱公園 沒有的 現在所有夜店都散了 因為工人都走了 何來有這些消費活動 東莞沒有了 慧州沒有了 還要去哪裏唱 然後我就要問 香港會不會有一些 Event 一出就有兩三萬 或者二三十萬 沒有了 還有 還有呢? 紅菇就有了 不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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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有 你不會有 但慘了 怎麼辦呢? 所以就要繼續依賴 剩下一個或兩個台 原來無論那個台 供客條件都要誣咒 那個台都在滑下去了 鐵達尼號也總有 浮了一會兒 最後一百幾十個 是走不掉 以及不想走 但我看到廣告商在那個台上 真的慘淡 我有數過 其實香港開電視的廣告 是多粒數過張君奧 不奇怪 廣告的收入是 可能收入很便宜 但如果計算粒數 即是計算數 它是多過張君奧 很多 這個是我覺得 有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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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便宜 但便宜也是一種策略 對 如果 如果荃灣的開電視 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張君奧 對田區台不可以呢 如果我是商人 我不敢在將君奧台放 你只是做一半的生意 一是藍一是黃 我只是做黃的生意 還是做藍的生意 不是的 做臭的那一隊我多 骨灰鞍 福地 我便無分黃藍 到這些孝子言孫 要表達對家人的思念 便無分黃藍 對 最重要是要你遷就腳 家庭方便 有view 並不是太貴 我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前年放款了一個殯葬 的廣告 其實他們不放下去 只是廣告 其實是可以放的 而且 人終於一時 傳統中國人記位 不要 一開電視看到 哈哈哈哈 很嚴重 一開電視看到 然後 兩皮東西 一個殯 那有什麼所謂 就立刻光顫他 熟數一個圈 即是有一個突然間的衝動 本來都不需要骨灰鞍的人 看到這麼便宜 立刻衝過去 甚至乎 你由醫院直出 即是不要計算是可狀 其實那個套餐 你可以再相宜一點 即是現在 基本上 差不多要六至八萬元 差不多 由醫院直出 即是不經過寿野 零堂都沒有 由醫院直出 然後要不去火化 要不去土葬 未計算是你自己選的 棺木和對的錢 所以 你說六至八萬 你說多不多 你說突然之間要 以香港來說 是不貴的 六至八萬 但是有很多人 因為 你知道一個人離開的時候 他如果是家庭之處 就麻煩了 是 又或者原來他拿數的 就麻煩了 也是 因為你一走了 然後你所有東西 就變成遺產 然後就凍結了 如果不是 將密碼和你自信的親朋分享 誰拿到這些錢 沒有就是沒有了 譬如說 我老公 所有錢都給了我老婆 老婆突然間 我老婆不知密碼嗎 這麼壞的嗎 你這個開機密碼 有多少個人知道 都多的 那你的關係 是比較普及的 有很多 即是兩夫妻那些 未必知道 另外 不說這個 例如說 你的Apple ID 或者 你的 所有 繳費來的密碼 你兩句一聲 你沒有說的話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的 你想想 每個月要交的錢 子女要交的學費 等等都是錢 突然間要用六至八萬元 我們好像在推銷保險 不是 我沒有推銷保險 我知道 我們的口問 我現在想和大家說 就是 一回五十歲 你一定要和你的伴侶 去分享你一些所謂的密碼 尤其是家裡的Wi-Fi密碼 對 開機密碼 接著就是你的Apple ID的密碼 接著就是銀行戶口的提款卡密碼 因為有時候 如果差不多要離開的時候 儘快將那些貨幣過出來 不是要謀那些家產 而是那些貨幣是要花的 醫院的貨幣要付錢 醫院的貨幣要付錢 你要去到華永 還是去過年成國 你要付錢 政府開始 他不會跟你拖 接著就是打齋不打齋 中式西式還是道教 基本上是不能等的 當你兩腳一身之後 這些貨幣是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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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去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自己的情感 就覺得花多少錢都好 只要他上路上得好 沒有所謂 多少錢都會丟出去 這就造成一個消費的陷阱 很多不太有良心的行業的人 就會拿取你那些不太多的遺產 所以 為什麼要有這些廣告呢 他只要早一點 大概知道什麼價錢 大概可以問定 價格價錢便不會軟掉 因為 反過來兩腳一身 都覺得不值得 死婆婆 這麼蠢 你多問兩間 死蠢 這樣就不好 所以 貨幣三家 始終都是一個合理消費者 應該有的態度 我們說了這個話 對 我也不輸了 不是挺好聽的 因為很少人會開麥克風說這些話題 哈哈 很多事 希望大家看影片的時候 不要是生日 那些 大輕輕日子 我忌諱 不要緊 其實你的YouTube 兩年之前已經有東西看了 人們以為是 反送中之後有東西看 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回看我的YouTube 我是2006年開的 是啊 很久了 很久之前就有些影片 但之後就斷了不來 沒錯 但之後也挺好看的 有看的 之前的都已經有看了 近陣子再回來看 做一個訪問而已 是因為 是因為 中間那段時間 就回到大陸做事 用不到YouTube 整理的 都用到的 用某些方法 神奇的方法 我去那些地方 可能真的不行 我一日有雲點 一日有關卡 既然這麼辛苦 何必 不搞 然後 正式離開了TVB之後 多了 還有運動之後 就變了 大家都 剛才說了 這個合理預期 因為現在沒有了這件事 市道沒有了 所以大家不需要去預期 不需要有期望落差 對 不會有期望 不會有落差 不會有失望 是 變成了很手不眼見功夫 究竟你想吃那碗飯有多大 你就要拿多少成本出來做事 帶茶飯呢 帶茶飯就像陳生一樣 哇 陳生又有一個 Steven King 是一個Live Show 真的帶茶飯 然後銀河包拍了一個 有一個姨媽到 那個Sidcom 然後每天的時事短屏 然後英語教室 他真的是一個人的電視 時事短屏真的很辛苦 每天 一條兩條 他還把其中一間房子掛了六部 他真的設定了一個錄報警的廠 然後自己買了一個Panel 自己去按 有兩部機器在那裡按 他一個人做嗎 沒有聘請人 哇 真厲害 但他只是後面那些Edit 和字幕那些 字幕那些 他現在買了一個軟件 是自己直接上字幕的 好厲害 所以他真的是大茶飯 他這製作比高燈更大 你看高燈這裏 就是這樣 就是了 你亂 你亂中有罪 全高燈最好的材料 是在那裏 鏡頭看不到 高燈最有價值的 不是那些器材 是兩位的腦 哇 前面那位不敢說 他也有腳長處 還沒拔出來 還沒拔出來 你給他一點時間 我不相信 什麼時候可以再在浴缸 看到你的直播 很久沒見 其實你只要成為我們 汪希 TV的會員 外視部 或公關部 就逢星期四 都可以在巴菲希 看到我在浴缸 對 早前我們不知道你們有 那個TV 我們有一位同事 很喜歡看你這個 那時候一陣子 煙霧黎曼 在街頭那裏 那些出雷彈飛來飛去 那時候無端收到你 他就不知 喂 汪希 那顆出雷彈就在 這個 煙臟在下面 勇Sir也在看著 就是看著你洗澡 就是這樣 我很喜歡看的 不中立 他叫人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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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正在想 有巴兵器之後就開始有運動 很接近的時間 到那個時候就開始 我都不太好意思 好像很風花樹一樣 於是後期我就開始有少許評論的事情 但是又覺得放在公海裡 做這些評論的時候 尤其是在那個時候 我這樣的身份 我這樣的職業背景 又好像會令到身邊很多人會有麻煩 後來就是那間網店 他說不如我幫你塗一個收費網站 給點錢進來 他們就一定不會罵你的 就算是他不喜歡你罵你的話 起碼收到錢先 不要那麼生氣 起碼先鋸掉一巴掌 如果他要進來試探情報 然後才來搞我的話 起碼他先給錢 於是就把那一部份 就放進去收費網站 就作為其中 即是星期四 即是星期四晚上十點會有的節目 然後其他那些 譬如景棍那樣 我們都說回他的正題 那景棍呢 就是 是 亦都是因為 從運動 才會發生的 是 是因為他們 九月初的時候 他們竟然 是 准許 收工的 警察可以 攜帶這件武器 旁身 你又是在做便裝 你又不出事你的委任證 而這一支棍 也可以隨便在網購上找到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拿著這支棍 就說自己是警察 這個社會 就是動亂 真正的動亂是來自這裡 是來自大家 已經是兵賊難分 然後還要有磁械 然後 那支 新出警棍又沒有號碼 又沒有適應 是 一般市民都沒有見過 警察專用的 新出警棍是什麼樣子 是不是 就算現在掉了一支 1.38出來 都沒有人知道 這支是警槍 沒有人懂得分 然後 你告訴我 隨便一個人拿了一支警棍 就是叫警察 這個還不是 整個社會 動亂和禍根 是嗎 於是 我便嘗試用一個 我沒有被即時拘捕的方法 把這些正確的 應對小提示 用了一個 所謂的 欺笑怒謊的方法 就拍到警棍 然後 原本是用來笑笑他們 我我操仔藍造 一人分析多人 在電台上拍 原因就是 我不想拖累其他人 因為 我們現在針對 現在是警察的 不適當行為 到最後是一對三眼,所以不敢拖其他人下水,免得連累其他人 所以攝影師從來是那個,也不敢找其他人做 簡陋的鏡頭就嘗試做這件事 拍得很有心機,這些過場鏡頭是專門拍出來的 不像我們那樣動部攝影機 亦因為這樣,所以突然成為坊間大家的依賴 除了剩下的一份半份報紙,大家都同意那些是問題的問題的時候 只剩下網絡這個節目,突然變成很大的責任 要去找真相,新疆正義 這跟原先做這個節目的時候的原意不是這樣 原意是想在這麼不開心的氣氛之下,大家有些開心的看法 亦是因為世情其苦,亦都成為大家精神上的依賴 變成了跟今天的蘋果是很相似的 為什麼呢?以前在蘋果工作 我都進去揭揭一下私隱、垃圾 誰跟我朋友就寫一句好一點 突然想想這些娛樂記者突然要揹起新聞自由的枷鎖和雜任 去罕貴香港最後一點的自由 這也是什麼因什麼果 本身是拿著新聞台的咪牌在外面跑 沒有啦,LOW已經完了 財經台的咪牌在外面跑 LOW已經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然後也因為這樣,既然大家對網上的本來是希希的節目 有了這麼認真的期待 那就盡量不讓他們失望 於是乎就開始很認真地去做這件事 一認真就不要玩了 譬如我們特意訂了一個50公斤的Dummy 那個小鎮 那個小鎮 正是訂了很久 如果是正式消防用的那隻Dummy 就要法國做的 計算運費要兩萬多元 實在受不了 然後用了其他方法之後 就找到現在這個 入沙的又是50公斤 我又太低估了50公斤 很重的 於是那一集我就沒辦法自己一個人分析兩個 我就找了鄭經濟幫助 然後就開始 為什麼我說認真就不要玩呢 就是那一集我真的要當自己是CSI 我要嘗試將油堂高場院高康國 那個離氣槍 聲稱被跳樓的位置 我要嘗試去複製這個過程 究竟如果要將一個 unconscious的人 當他50公斤其實不止 要將他怎樣才可以推出去這麼高的位置 經過這麼狹窄的氣槍 然後把他推出去 其實一個人是做不到的 其實兩個都差一點 兩個都很辛苦的 所以你看到影片裡 其實我是想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涉案的人一定不止一個 加上死者不是住在日游堂的 他住在九龍城 沒有關係 而我們去到現場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連接橋 由一個電梯口行掉連接橋 才去到屋苑 入屋苑之前有一個密碼 然後到每一座樓下有一個密碼 而外面的密碼 入的時候你要按一次 不是有一個按鈕 按就可以了 你要入密碼才可以出來 所以出入也要輸入密碼 加上每一座下面有自己獨立密碼的時候 然後不是有住在這裏的人接引的話 這個人是不能上去高康角的 應該是有攝影機的 沒有攝影機嗎 不是,去了哪裏 對,攝影機去了哪裏 去了哪裏 對,不知道了 去了哪裏 然後這個人因為窗很窄 很小的 很小的 出的時候他沒有什麼背囊 但是他落地著陸之後 他的背囊是在左邊大腿下邊 嗯 這個很明顯是stage的 嗯 是吧 你出窗的時候是沒有什麼背囊的 但是你著陸之後 那張照片 他的背囊是在左腳大腿下邊 因為有段影片拍著他跌下去 是啊 是啊 而且你揹著背囊是不能出去的 是呀,卡住了 因為他的皮帶扣也是斷了 原因是他出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樣刮斷皮帶 所以他的皮帶扣是斷了 然後他落地的時候 然後是故意有一個很蠢 就是在黃竹坑受過很嚴格的訓練 變得很蠢的一個人 或者多過一個人 將他的背囊 擺在他的左大腿下邊 是是是是 去stage一個就是 背囊先落地 是 然後他落地 那我就要問了 一個不同形狀和重量 在同一個位置摔到街上 怎麼會一個比他重的人 即是比他重 比他重 比背囊重的物體 是可以剛好摘上 比他輕的背囊上 嗯 嗯 Gravity 等於Mars乘S 即乘S 即乘速 那如果你輕的 扔出去的時候 他的拔物線是否會比較開 是啊 你重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做出那個 扔物線 所以你會比較近一點 直直一點 一個這樣去 一個這樣去 那怎麼會 人會摘在背囊上 摘得這麼正 是左腳大腿上摘住 嗯 是嗎?讀數的 你不是讀數嗎? 是嗎? 真正的數學是沒有數字的 OK 你沒有辦法解釋到的東西 就要讓大家記得 大家未必有方法 或者未必有能力 可以去找到答案 但起碼大家要記得 所以於是我便很認真地拍 好 很認真地拍之後 我發現 已經死了 我便掉進洞裡 那洞裡 我再找不到那個脆味出來 現在變成就是 我真的要去 用僅有的所謂常識 嘗試去鋪塵這些不合理的可疑之處 令大家有個認識 於是 我再寫下去的時候 我已經寫了陳彥霖和周梓樂 那兩集的劇本 好了 一直不拍 原因是因為 當時有另一個製作單位想討論 他出了製作 我出了劇本 然後他幫我剪製 然後幫我做 那就很認真了 很大件事 我還有理由不出 但是在這個 開始談談的過程當中 就出現他們開始寫廳了 啊 他們一開始寫廳的話 其實我就不出門了 因為我會騷擾到 因為我做陪審廳 如果陪審廳看完 我講完陳彥霖之後 才做過決定的話 就影響他們的判斷 不就是佛華司法公正 也未必的 法官開庭之前 會跟他們說 不要管外面的報道 但是實際上 有沒有影響到 就沒有人知道 法官也看八卦雜誌 是 法官也看娛樂版 是 你說他不會被周遭的輿論影響 去做裁決 沒有人知道 你相信嗎 法治有險可守 不就是這樣說 因為裁判官和法官是兩件事 法官是忠心制 裁判官是一代律師 有閒就做 所以 法官也很尊重他 但是始終在社群裏面 多多少少都會互相影響 所以既然是這樣 於是乎那兩集又停在那裡 又不拍得住 不拍得住之後 就開始想 死了怎麼辦 於是乎這時候 就得到很多 建議勇為的朋友 於是乎 我們中間有個admin小姐 就幫我做一下 她就拉起來了 你還沒想到做些什麼 不如先做出題曲吧 不要停 先做些事情 大家誰誰誰肯出些什麼 誰誰誰出些什麼 我說下一盒 那好吧 於是乎就開始去籌備出題 然後 其實現在 大家將會在市面上聽到的那一隻 已經是第二版 第一版 其實是比出師表還要長的 大家有看過那個前 你有看過嗎 是 也是音樂版 你寫的那一版 是啊 我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嗎 出師表沒有前 出師表沒有前和後的 有有有有 出師表 所以達到的目的就是要讓人知道 警棍有主彌曲 但是主彌曲是什麼 其實沒有什麼人需要知道 我只要做到一個效果就是 有人知道警棍有主彌曲 出門的時候應該有人知道 應該有人知道 應該有人知道 有一個共同理念 你是會等六公斤才過馬路 你會幫忙周納索 你會有很多共同的一些品質 人格的品質 你才會有那個對望和點途 然後 你再細心一點留意 就是現在的警察是兩隻手放在前面 以前的警察是兩隻手放在後面 所以這些舉動 我嘗試讓大家去想 其實這些這麼優越的品質 其實是可以擴散和傳染 於是如果你心裏有一條警棍 而那條警棍是一個很善方力的 不要說沒有信念那麽大的事 大家都相信耶穌是有騷子的 其實大家都是有一支警棍 而有一支警棍我們不是只是打人作惡 我們是撿垃圾 我們是守監規則 嘗試將這些高尚的品質 人格的品質 帶進去元朗站這些 曾經出現過一些悲劇和慘劇的地方 我們嘗試當它是一個傳染病 這樣會撲散出去 什麼時候開始擺前面 是否PTU電影之後就特別多前面 其實不是的 就算任德華的PTU 那裡的綠色制服也是舊制 其實最初警察的腰部不會揹起太多東西 對於是很少東西 隨著社會對他們的期望越來越多 以及給他們的工作越來越大 於是他們會 另外最主要的東西是石身 又要製造水壺 又要製造水壺 那製造水壺 那製造水壺 除了放定額罰款告票之外 又要放手機 放手機 放手機就放尿袋 我親眼見過 有一個在唐尾道深圳街 等著派艦車回來吃飯的 兩個軍裝警察 他真的插著尿袋 把尿袋拿出來打機 你隨著現在入職的警察 他們對私人生活的那種追求 要放在開工時間裏面 那裏便會拿很多東西上身 於是得到結果 你根本一抽東西 你這樣就放不到在後面 所以被迫著放在前面 但你放在前面 靠插手掩住肚子的時候 你跟深圳的服務員 你跟中國民航的那些空中小姐 有什麼分別呢? 沒有分別 這是一個很不好的舉動 你跟一個服務員 即是沒有分別 於是我告訴大家 其實以前的警察是手放在後面 手放在後面才會挺起胸膛 對 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才會抬起頭 然後你放在前面 你跟工程器裏面的女孩 丫鬟 有什麼分別呢? 還未半季喊雜 只是太假 太鑑 對 這個我覺得是 在儀表上 一個很不恰當的舉動 只要他們肯把那些水壺 無必要的裝備 都拿走 你便放在後面 堂堂正正做 為什麼任大華那套PDU 他們要手放在前面呢? 其實當時 你看回那套七皮 你的槍袋還要放在左邊 這樣拔槍 現在極少數都是這樣放的 極少數 不知道是他們專門還是怎樣 因為現在的槍袋 聲稱就是這樣拍得比較快 其實不是的 推一推 其實一定是放在左邊這樣快 如果真的要拔槍 你還要升起手肘 然後你還要把槍嘴 一定要過了槍袋 你才可以拔出來 你以為是一二兩 你當作是雙的行動 這個不是的 這樣可以吧 是一個行動 誰的快 不知道 當然這個快 他們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 然後得到結果 是PDU 你手錄放在前面 因為任大華的帖 應該是第四節奏的沙展 因為他是一個 握著黎明燈的帖 所以他會有一個零燈的子彈套 放在這裏 所以懶就放在左手 放在右邊 放在套套上 這樣走 其實只是這樣 你會覺得自己很優型 其實就是懶 如果手放在兩旁 其實你不知道怎樣 壓住自己 還有以前的Beat Radio 這裏大很多 都放在後面 現在小很多 漂亮很多 大小 越來越輕便 越來越精準又如何 你拿部機來傳遞什麼訊息 這才是重點 打他的帽 打他的帽 上花行人樂 現在都不想用Beat Radio 你根本就已經變了 他們反而像是畜牧業 你不覺得他們拿來支伸縮警棍 就當街外人的市民是畜生 港陽仔 還說要令到他冷靜 所以要用伸縮警棍去攻擊他 你跟趕牛有什麼分別呢 這些舉動不是一個現代社會應該有的 嗯 剛剛說到變了 我忘記了一回事 不是 等一下 浴缸那裏你真的沒有衣服嗎 沒有 真的沒有嗎 你有沒有想過在直播的時候 萬一有什麼突出 整個頻道會沒有了 我怎會容許自己做些什麼 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但你有時候 要是躺下洗頭 然後上來可以出事 不會 是不是 我沒有那個長度去做這些村崩 中立常常是謀主於動作的 不會 躺下了躺下了 他躺下了 你要知道 所有鏡頭前面的村崩 都是經過悉心的切斷 是安排出來的村崩 對 安排出來的村崩 等於on air 你要控制自己 不說笑話 你可以控制到他 所以 Buffing He是不會出現這些事情 除非等錢花 或者是看不開的 那個主題曲 什麼時候給你介紹一下 好的 現在的錄影時間是10月3日 是不是 3日 明天10月4日 星期日 如果大家看蘋果凍新聞的話 就會有4點鐘 4點鐘往常的節目會出現 至於之前 因為有些高登的收費會員 甚至乎Wong He TV的收費會員 其實已經是先到WiFi了很久了 10月1日已經看了 然後大眾 即還未成為高登音樂台的 付費會員 又或者還未加入王興電視台 成為我們的同事 就可以在星期一 10月5日 星期一就會在Facebook 即是我們用自己的頻道 我們YouTube的自己的頻道 還有D100和雙頭會播放的 其他人就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短短的兩分多鐘 我們都會在Post裡面 配合歌詞 其實歌詞很容易記 有朝一日 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下 可以在街上一起唱 不會拿著警棍 究竟你在街上拿著警棍拍攝 會不會怕被人看到 不怕 第一 這是一支木棍 它的製造 是用來服從前 王家香港警察警隊裡的一件 真的是找回真的嗎? 我自己的 我不是偷的 那時候不做的時候 我們可以付錢 以前的不獨創 付錢是多 我想留下這支警棍 留下一條雞繩 那就付錢 我知道雞繩可以 但不知棍可以 你下來做裝飾 其實武器的定義 不是計較它的製造 而是你使用的時候 你的動機 等於如果你武林高手 你可以扎葉成劍 那一塊葉就是武器 所以百事司機 就拿著士巴拿 不是 武器的定義 在普通法裏 就是任何有速度 有重量 就是武器 如果要嚴格去定義 什麼叫武器 就是有速度 有重量 就是武器 世上萬物都有 所以不是說 它的製造目的 或者它的造型 或者它的結構 不是說 刀一定是武器 不是 一個石頭也可以是武器 所以普通法 有一個 比較完整 和客觀的描述 而大家覺得公道的 只要有重量 有速度 就是武器 跟這一年的波 我的認知不同 現在的質素 跟我們這些 應該有些差別 原來的藤字也不是的 就是說 你使用那件工具 有重量有速度 那件工具 達到什麼目的 和什麼企圖 這才是令到那件工具 是不是成為武器 就是同一把刀 同一把刀 就是等你來揮動它 同一把刀 你拿去捅人 和拿去救人 是同一把刀 拿去捅人的時候 它便是一件武器 拿去救人的時候 它便是一件證物 所以要看使用者的 motivation 而那個 motivation 用什麼的客觀來測試 就是那件事的結果 未使用之前都可以 不行 你沒有行為去 代表表 所以大家的水準不同 就是 你未有一個行為 你怎樣可以去 證明到 motivation 是嗎 就是等於 你見到一個心儀的女生 我一定要追求她 我一定要追求她 這是你的 motivation 但是你有沒有追求到她 你什麼都沒有做 如果現在的標準 你看著她 就等於強姦了她 是啊 所以 你小心點 所以 現在和以前的香港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裏 所以大家 大家要 小心點 也沒有得小心 對 沒有得小心 隨時 你都不知道為什麼會中了招 你都不知道 是啊 現在真的很撲錯了 對 國安法之後 有人說你刪除了Facebook 我刪除了一會 對 對 現在不擔心嗎 嗯 我們現在出新聞都擔心 最初有國安法的時候 真的很擔心 因為那時候 遙傳就是 你曾經like那個post 分享那個post comment那個post 只要那個post 在國安法通過之後 反過來 反過來 去追溯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會有追溯期 追溯期 對 所以就覺得 這不是很大件事嗎 從前犯了明天的法 是啊 那不要了 因為 怎知道會不會連累了其他網友 所以就先刪除了 然後過了這個國安法之後 因為它有三四天 冷靜期 然後發覺 我刪除了 其實 不是太大件事 不是 因為看到他們怎樣執行國安法的時候 其實已經知道 他們已經不是要用這些 所謂實質 你是不是真的有做過 你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分裂國家的行為 只要你想一下 你講一下就已經可以 就是了 那還用什麼擔心呢 因為那些擔心已經是多餘的 不用擔心一定會中的 是啊 已經是多餘的 如果你要拘捕 你就拘捕了半個香港的人 如果你需要這樣做 於是我就將它reactivate 因為我曾經也有想過 是否要逐條post去看 究竟是否 那你進去那個白色恐怖 對 自己中了自己的白色恐怖 他不用執行 變成我執行了 由我自己執行了 自我審查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還有 那是從前的事 如果你說要追溯的話 你自己看吧 你自己看哪條對 你慢慢看 我看見就已經不是很想搞你的 你放多些讓他自己看 你自己慢慢搞 你想怎樣就怎樣 所以你看到國安法出來之後的條文 其實我也替這三萬辛苦 你想想7月1日過了 9日才有條文出交 我沒有記錯的話 中間有幾個是空白條 大家看條文的內容都沒有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他們也不知道 但是他們要在條文 在7月 我沒有記錯的話 在9日 就開始 晚上 不知道誰就扔出來的時候 你想想 他們一夜之間都要背 所以他們都要背 只是第38條 就是 任何非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範圍 針對本法 那一條是最短的 但是背都背不到 因為很臃腫 重複用的字眼 你想想他們要背後 就要立刻用 他們用的字眼 不是我們平時香港用的字眼 那條也不是法例 不是香港的法例 那條是國家法律 你要分清楚國家法律 是指示多於法律 法律不會發生人這樣的 這也是你掌握中文的能力 有時候內地寫的東西也要遷就 內地閱讀這些文字的人的水準 你寫得太簡潔 他們也是會不明白的 所以需要詳盡一點 正常法律不會寫得這樣 有些留百位 不是 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英國人留下的那一套法律 其中一個就簡單的 叫做盜竊條例 盜竊條例 整條法律裡 那幾句說話 包含了入罪的那五個要點 就是任何人以不忠實手法 將他人財物 據為己有 意圖永遠剝奪他人物主權 整條法律就是這麼多句 但是每一句就是一個要點 任何人包括港督 到任何人 以不忠實手法 這不是一個客觀的描述 什麼叫不忠實呢 就是對方不知道 被騙 被搶 就是不忠實 將他人財物 那件事不是我的 不是反的 不是他的制物主 據為己有 你要有些行為去表達據為己有 永遠剝奪他人物主權 即是等於什麼情況下不是呢 下雨 借了白痴 對 你應該 在王朱坑也做過 差點 差點 你只聽過這件事 就是 拿了白痴 原來陸法律拿錯了 然後 他走回 拿白痴 想找回物主的時候 這個過程 他便不構成道歉 因為他正在嘗試找回物主 即是他不能夠滿足到 就是以圖永遠剝奪物主權 這個案 這五點 存不齊的話 便不可以入罪 這樣就很清楚 寫法例 即是英國人寫的法例 是很清楚 你不能騙的 你不能那些什麼情節嚴重 是 態度惡劣 是 這些很主觀 這是情緒的描述 你法例怎麼可以有情緒 法例 法例只是有 是和不是 有發生和沒有發生 而不是 你用什麼情緒去做那件事 你不會說 強姦 一個女孩是帶著一個 卑天敏人的情緒 就等於不是強姦 又或者情節是不嚴重的 是 情節 究竟 那個情節 由什麼時候發生呢 由這個人開始有這個動念 去到事情完整 完成了 還是 他在過程裡面 由開始按住他 然後剝褲 那個才叫情節呢 哪一個情節才叫嚴重呢 以及 要儲齊多少個情節是嚴重 才構成一個嚴重的罪行呢 還是 他做了十個情節 但只有一個情節 大家都覺得是嚴重的 另外九個是不嚴重 所以就叫做不嚴重呢 你沒有理由 為自己去設立這麼多混淆的東西 當然 這麼混亂 這麼混淆的東西 就方便他 方便他 方便他 所以留了很多留白的 到你上庭的時候 自我搞定 那你變成了 不是 我們一直以來 賴以為基石的普通法 但當時有沒有想過要走 就走了 不是 整個人都走了 你說去年 是 國安法的時候 國安法之後 秋生也走了 有沒有一刻考慮過 鄭敬基有沒有用來走 他本身是加拿大人 人不在這裡才行 人不在這裡 人不在這裡 去過加拿大也會被人拿走 走 當然 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 你跟誰坐下吃飯都會說 走不不走 走去哪裡 但是 你看回OBNO 又有一個這麼激烈的發展 然後 五眼聯盟又好像開始給我們 美國都給我們 突然很多選擇 作為一個難民 我覺得香港人 都算是做得最困難的難民 有得選擇的 這期澳洲好像不錯 英國的天氣好像不太適合我 南部OK 美國又說給人 有煩 還要選東岸還是西岸 所以 作為香港人 都算是這樣的 做難民做到有得選擇 所以 先選擇 這是一世紀的笑話 做難民做到這樣 哪個國家可以做得到 不是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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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不用 不用 我們有後期制作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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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們很兄弟 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在當警察的年代出現反送中 會怎樣 當然是你警隊內的情況 和社會情況會怎樣 其實我剛才那個年代的時候,最多蘇聯的就是在蘭文營 蘭文營我們都要進去打的 就是越南那邊 譬如說白石角蘭文營,我記得我參與過的平式蘇聯 就是白石角蘭文營,丁寧島,那次還要坐直升機去 不是洗頭艇嗎?不是,不是洗頭艇,直升機 接著是啟德,啟德男人又打了幾次 因為那次很明顯他們是越南人 變成在種族上覺得他們是外人 不是自己有的 但是我們都不會像今天打香港人的香港警察那樣 更需要外人 因為他們其實也很凶狠 因為他們是辛苦的,他們的床是三層的碌架床 然後每個床板下面有三條鐵枝 用來繩住床板 他們把頭尾兩枝拿下來之後磨尖,變成一枝矛 所以他們是重裝備過我們 有點像韓國那班 是的,他們是重裝備我們的 還有那個生活環境和他們對前途的憂慮 是令到他們困獸鬥 也是我們體諒的事 所以我們不會說將他們趕進去 你知道,啟德男人是一個桶來的 我們不會說趕進去之後 扔兩顆催淚彈下去,然後就三天盜門 焗死他們 不是這樣的 以前我們所謂的IS Patrol 即是Internal Security 即是內部保安 即是PTU的功能 就是我們驅散人群,我們是驅散的 我們不是蓄木業圍著來打 現在圈著他們,再驅散你不走 根本走不了 是的,現在是封鎖鎖的路不讓你走 以前我們是會將他們推進 然後給他們走 還要給他們很多條路走 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要驅散他們 我們不是要去殘殺他們 所以他們譬如說 難民營裡面有很多難民 他們有很多重裝備 在營房裡面不出來 不出來 我們就打開了前後門 然後才在中間扔彈出來 出來的時候 誰有武器的就按誰 你不用進去打的 你不用拿著警官 或者拿著什麼 衝進去營房裡面逐個打 你不用的 你的目的就是要驅趕他們出來 然後搜到營房 把所有武器撕拾完 那就可以收工 因為他們會在裡面 譬如說用尿去製造 這個 爆炸品 他們很厲害的 用尿去刮織就可以做到爆炸品 他們會自己做毒藥 然後磨上去 磨好的鐵紙 然後他們會有互相幫派 因為有來自南北越不同的人 又有來自仇殺 他們就會自己去打 我們出現的目的就是要清場 檢走他們所有的爆炸品 輕型爆炸品 毒藥 武器 讓他們不要打架 不要互相傷害 這就是我們時候的責任 但是 這些就是像警察做的 雖然他們不是香港人 但是他們在一個密封的環境之下 互相仇實的話 對於年輕人也不太好 有些是年輕人參與去打 是年輕人帶過來的 你在我們的地方被我們拘禁 然後還要發生流血事件 又說顏面何存 就是因為要有人到達牆場才留給他們 然後等美國或其他地方去收留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提供了食住 什麼都給了 是教育沒有 那還想怎樣 香港有這麼小的地方 英國又不是給我們錢去做這件事 是靠香港的預算去做這些 這麼龐大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還要是聯合國定了我們為第一手融港 是靠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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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無止境地去接收難民 我怎麼知道要用多少錢 那時候的立法會 立法局也要交代這條數 你都不知道要預計多少預算出來 這是一個事實來的 你叫我無止境去接收難民 然後又不知道他們要逗留多久 我們要提供所有的善食 甚至醫療 除了教育沒有之外 那條數有很多 我們那個時候 雖然說 我們亞洲四小龍 但是 盡是四小龍 盡是,盡是 盡是,盡是 我們沒有無限的子彈去做這件事 然後再加上他們在裡面 都駭鬥的時候 搞出人命的話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國英政府是比較健康的 我們覺得在國際社會上 我們是知名的 我覺得很硬面 起碼我們要處理好這個人道災難 你不要讓他們 難道放手 因為他們自己互相殘殺嗎 所以才會派警隊進去 做這個 不要叫搜捕的 就是 清除所有違法物品 然後盡量減低傷亡 而裡面的碑南北越兩邊的難民 其實也知道這件事 他們知道 他們知道 警察不是他們的敵人 他們的敵人 是對家而已 但是 當我們持有 比他們更強力的軍火 武器進入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要反抗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做 哈哈哈哈 真的困在那裡 就是困在那裡 經常都沒有什麼做 沒有什麼做 對 也沒有節育的設施給他們 所以他們真的可以在那裡 繁衍而已 你想想是很大件事 你想想那時候的難民問題 所以 都搞了很久了 這個就是 你說如果 如果從前 王家鄉的經濟年代 有這些社會運動的時候 會怎樣 就會看到 會比較 在一個國際視野的情況之下 去堅守一個 國際 國際城市應該有的 那種standard 對 然後就是去令到 哪怕是來自 外地的一些難民 經濟難民也好 政治難民也好 都有一個安全的環境去生活 這就是當時香港在扮演的國際社會上的角色 現在不是的 現在我們是沿海城市 所以我們不太需要理會這些事情 沿海是小城市 對,沿海是小城市 所以現在看到的 內地城館的舉動在香港發生 可能會好過香港 會有機會好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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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不是蒙面的 是呀 看到的 還可以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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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還有內地的 初級法院是不會頒布 這個禁制令 就是不讓人去找回一些成本的 反起底法 所以不能給的 如果是你現在醫癌 你仍在當警察 你仍在當警察 你會發生什麼事 走 馬上走 會不會走不到 那些上司知道你是 不會走不到的 他現在是要走的 如果知道原來你是 他會耍你 不會 對他沒有好處 你給一個 他相信耶穌是沒有鬚 你相信耶穌是有鬚的人 放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人是有機會 將你們做過的事情 會不會養出去的 是嗎 如果當初走的日期 又怎樣 即是612 還是再遲些 即是有法點 你忍不住 馬上走 如果是真的有法點的話 和現在 我也說了 我這麼久以來 一直都說不出 黑警死全家的五個字 在這次遊行裡 我也沒有叫過任何口號 我也更加說不出這五個字 直至到 遊堂 高祥 傾然是這單 這個我已經是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再去 不同意這五個字 不能同意這麼多 每個人都說不一樣 有些人說是721 有些人說是831 有些人說612 已經是 721 我覺得還可以忍 因為香港一早就一港兩制了 怎麼會有些香港人出生 就會有個丁權 我沒有的 為什麼香港有一堆人 是用著大清律例 我不是的 這個我還可以忍 就是他們是奉行大清律例的 他們嚴格來說不是香港人 他們是清朝 他們是滿洲人 是滿洲人守大清律例 不是漢人守大清律例 我不是 總而言之 他們是非我族類 他們已經很好人了 我入元朗不用拿護照 他不是有一個集合 可以讓我登記進去 就可以買老婆餅 他對我們很好 所以 既然他們有這種 這麼尊貴的與生俱來的特權 我沒有 我當然要尊重他們 他們入黑之後想怎樣 他們便會 721 我還可以找到理由去辯解 但是 郵堂這件事 沒有辦法辯解 幸好是旁邊那座的彬彬影響 他有家人 他住在九龍城 他不是住在連雲港 他不是住在天津 他住在香港的九龍城 你為什麼一個住九龍城的人 會去到你選擇來自殺呢? 你這麼多跳樓的 譬如我曾經住在平石村 平石村是一個設計 我們方便其他人 來跳樓自殺的地方 現在是聖地 那條航道是沒有遮擋的 我為什麼要選擇一個保安這麼深嚴 要有兩個密碼 才可以進入這個 然後還要去到頂樓 然後選擇一個這麼小 這麼狹窄的窗 這麼辛苦爬出去 然後一出的時候 就有一條橫樑頂住 如果他達到這個 Missioning Impossible 其實他做很多事情 都可以成功 不需要自殺 什麼都好 你記住 油堂高長遠那裡 現在是去到九龍的盡頭 再前一點 就已經是將軍奧華人永遠奮場 你怎麼會選擇一個 這樣的地位去自殺呢? 不合理 然後還要說是沒有可疑 然後就是沒有CCTV 然後就沒有人投訴 然後就當是沒有件事 這樣 那一棟Premises裡面 警察的住戶是佔了七成 還要是最靚最高的單位 他們全霸了 最低的三、四層是消防 好像消防海關也有 消防海關也有 他們是混亂住的 人是最多 高層美景單位 你們就自己霸了 然後你跟我說 沒有人知道 不知道什麼事 現在調轉試一下 我一個山寶人 我住旺角走進去 我不是去到門口 那天我自己去拍的時候 我進去的時候 不夠兩分鐘 已經有人指著我 跟進去 我已經被發現了 何況在一個九龍城 背包著一個陌生男子 進來 竟然可以去到外面 我當你跟人進去 那一站 那棟高康角 那個門口 那個康間會讓你進去嗎? 那裡出入這麼多 幽班的警察 進來浪蕩的時候 會讓一個陌生人 上到頂樓 其實不可能 認得他是陌生人 所以 我去到這一步 原來 已經 我沒有辦法再辯解 幫他解釋 一直以來 他們所作所為 我都嘗試幫他們解釋 例如促龍 促龍 促龍你說要沒有號碼 當然 因為 大家都是 烏合之眾 那一晚派什麼奸 那一晚就出龍 我都知道 有一個警察 離婚後 老婆帶著兩個兒子 那一晚 他知道自己要當出龍奸 他打回前妻 跟前妻說 你今晚不要讓兩個兒子出門 大家知道哪裡 然後他還被前妻罵 你認不到兒子嗎? 你不要打我 他真的認不到 然後他還說 是他認不到我 因為我要蒙面 是兩個兒子認不到他 然後他也都 因為其他 當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蒙面 沒有號碼 就違皮作帶 他 誰知道 如果兩個兒子 會怎樣 那些伙計都認不到他的兒子 就是了 還有你 那些年輕人 叫他叫他家屬 他就相信 自己有 沒有 沒有 哪怕是住宿舍也好 你叫那些殺紅眼的 還有 也不知道在公司前吃的 那些 會點對你 坊間經常說 那些是國安 那些是國安 就是因為 正常你蒙了面 沒有號碼 你什麼人都可以 是 為什麼要不蒙面 為什麼要有位 又不正 為什麼要有號碼 就是告訴大家 你是誰 然後 就讓大家知道 因為這個人 而衍生 所做過的事情 你要負責 因為你是 用法律賦予 給你的權力 這是很大件事 整個香港 只有你三萬個人 可以用法律賦予的權力 我們用不到 所以你有這樣的權力 你要負負責任 我怎樣才可以找到你的責任 起碼可以知道你是誰 因為 普通法律裡面 你要將一個人成罪 你要符合三個要點 第一個就是 有一個人 干犯罪一項罪行 這項罪行就是在香港法律之內 而干犯者就是被告 你符合三點才可以告一個人 你蒙了面 我怎麼符合最後一個要點 我怎麼知道你是干犯者 你絕對說有人干犯 這個法律 但肯定你是他 我沒有辦法證明 干犯者就是被告 因為蒙了面 又沒有號碼 正正因為這樣 就斷了這條Q 大家就為非作大 然後為所欲為 搞到今時今日這麼多麻煩事 也是 而最慘的就是 這些 你一攪開頭 你回不了頭 因為他知道沒有後果 要踩越過 其實為什麼他們會有PG 有警察通例 有警務搜查 去約束他們 因為權大 其實警權不是大 警權是多 多是比大 那麽糟糕 然後呢 其實多是比大嚴重的 什麼都用到 什麼權都用到 這個才令人害怕 所以 所以 要有一些 所謂員工手冊 去約束那些人 在他上班之前 他有良好品價 稍有差池的話 就不讓他上班 等他就 碰不到槍 也碰不到法例 賦予的權力 他便不會被作大 市民便不會受到欺凌 所以才有警察通例 就是這本這麼厚的書 但是現在 你想想 因為警察通例 並不是一本法律 去指定哪些人 用這些條例 去對付某些人 不是的 你一個PC 發現一個警司 違反了PGO 你一樣都可以 拿著一本PGO 跟他的上級去搏勾 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是現在沒有一個有品格 或者有一個比較有道德的警務人員 去使用PGO 去對付那些不合格的警察 都沒有人用PGO去做這件事 他會否認不出自己的上司 當然會 等於那個人 為什麼現在他們 一起上法庭給口供 大家會有這麼多甩膠 就是他們 抓人去打人的時候 隔壁那個人 第一他認不出 第二不是自己的那間 也不是自己的那間警署 因為全部都是東拉西扯的 然後 你叫我隔壁 怎樣隔壁這個故事出來 都說不說是誰人來的 然後永遠就是 那些小型的就是 沙展就拘捕過老產去抓 你現在就做過 Arrest Officer 你抓他 然後你拿他 然後我幫辦就隔壁 沙展就拘捕這個 全部都是任命去抓 而不是真的這個 AO 即是這個Arresting Officer 他看到這個人 干犯了什麼罪行 然後去拘捕他 不是的 而全部都是上級指派他去抓這個人 所以這個人上法庭給口供 不是事實 因為他未必當時在那裡 因為他不見 他見不到那個案發現場 是那個幫辦 或者再高級的那些 看到這個 抓這個 那你做小的就 然後他就拘捕 那拘捕他什麼 拘捕他什麼 拘捕他什麼 拘捕他 拘捕後 你是不是有什麼不應該在那裡 打開背包 這個 這個是攻擊性武器 就強行做 因為他不是強行去寫了口供 然後去告他 他說他收不到工 是啊 真的 你叫他怎樣收工 所以他就隨便告 隨便寫 然後上去法庭的時候 就甩了 那些警察 正正因為知道 我都不在現場 我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是警察叫我拘捕你的 隨便搞了之後 拘捕他上法庭 就讓官放 所以不是那些什麼官 是黃 然後警察拘捕他 然後放人 不是 而是製造生產這些罪案的過程當中 因為他負責經手的所謂警察 他是不知道事件的經過 亦不知道這個人在做什麼 他只是服從上級的命令去拘捕他 然後為了要令自己那天能夠收到工的話 那就強行寫了 所以 一個不是事實的口供上到法庭 就是這樣而已 並不是那個官有什麼顏色的編號 而是事實是沒有辦法創造的 你沒有辦法創造事實的 你不是事實就不是事實 你見不到就是見不到 你沒有辦法騙的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這些 前言不對後語 幾個人說的東西也不一樣 當然是不一樣 因為這件事沒有發生過 可能他轉著臉 然後走過來 你抓這個人 如果不記得 他們帶了那些裝備 是收窄了視野 是的 視野很窄 收窄視野 還要加上那些顏色紙 過濾了光線 你說前面藍衣黑褲那個 除了窄外 原來是紅色嗎 它很窄 我們在旁邊叫他們 都看不到的 Exactly 你又要威風 你又要戴眼罩 又要頭盔 然後還要加多一個有色的濾鏡 去保護你的眼睛 你怎樣去告訴法官 當時被告是穿什麼顏色衣服 這些很關鍵 他拿了一個 究竟是紅色的背囊 還是黑色的背囊 兩樣東西 因為有人說 黑色背囊裡面有炸彈 紅色背囊裡面只有兩個蛋糕 藍色黑色 可以買到孤蘭軍 不是的 不是的 是你們自己去製造 你們沒有辦法做正確判斷的障礙出來 然後你又不能夠作出一個獨立的判斷 去對抗這些不合理的指示 然後你就蠻頭烏鷹為了一間宿舍 為了一份工 然後就中個頭去同流合污 那就變成這樣 現在大家對你們那三萬個的印象就這麼差 有時候他的頭盔那支燈 不是射我們 有時候射到臉上 射到自己有 還是會閃自己在那裡 都沒有所謂 這些都是小事 因為那個燈燈 那支電筒其實消防也有 消防就在火牆裡面有使用 他們就拿出來覺得很有趣 就是長大 Grow up 就是你要有個判斷 知道對和不對 還有你讓公眾知道 你是一個懂得分對錯的警察 不是令到你在警隊裡面 會變得容易一些生活 而是在你下班之後 你回到社會裡面的時候 你能夠生活 你不會在當間時間 不會24小時 你都蹲在警局裡 有支槍桌在身上 你會下班的 你會下班的 有班警員也是警員 你會下班 你會下班 你會有生活的 沒有 所以這就搞到自己沒有 他自己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那你何必呢 那份工資 雖然是超過賣給你 但是否超過賣到可以買到你的生活 你會下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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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件事 不是這件事 不是收工的16小時 不是 不夠 可能他們眼中覺得是 可能他們眼中覺得是 不會 你傻了 其實嚴格來說 他們真的不是超過賣 為什麼呢 因為12個月糧 能夠用的是只有11個月 有一個月交稅 其實你是把11個月的糧 攤分12個月洗 其實不是超過賣 全香港也是這樣 以前的交稅 外面有優惠 以前 現在沒有 你肯定去沒有 你肯定去沒有 大家都是被蜜蜜蜜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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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出去避佢 說兩個 不會摸個工作 不會被起訴 警察來反而去如果被發現 出去避佢會被起訴 現在不會 我們是不知 你不能這樣說 我或者棉官官不放 你連他誇後 如果棉官oter оп刀 這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今時今日他們都應該沒有時間去比佬 你不可以這樣計算 他有沒有時間是他自己撕出來 我現在講的是,如果要比佬的話 看看哪一種職業要拿的代價是大 他們是大一點的 一般打工仔會不會有宿舍呢? 這張床在後面,宿舍在這裡 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如果要去佬佬的話 他們要拿出來的成本是大於一般職業的 所以你想想,出現打工仔 如果是正常市道的話 會有優惠,會有發行 解決了稅務的可能 他們是沒有的 他們每一年只有11個月糧 你覺得這樣攤分之後 是不是真的超過賣? 可能不是,當然是 看看Mary Ann做了什麼 但嚴格來說 如果將這個服務申求條件 付諸到一般打工仔 那些打工仔會不會做這份工作? 你13000元一個月 但我只會出11個月給你 我這樣說 現在不是說13000元 我正在說的是 我用11個月糧 洗你12個月 你做不做? 但警察有沒有隱性收入呢? 之前的通例是改了100萬元收收禮 現在變成沒有 現在是沒有的 不是,那你法資格是500元 就是500元 你改PG有沒有用? 你改了10萬元收10萬元 沒有問題的 你收一收就拘捕你 有些大媽送的名貴生果給警署 送的名貴大媽給他 生果送的名貴大媽給他 就是1元 對 又是一個方法 你怎麼知道 又是一個方法 大媽值1元 好,下一條問題是 假設這個有一個清算按鈕 放在桌面上 對不起 不要緊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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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穿了兩顆 沒問題 假設桌面上有一個清算按鈕 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清算方法 你最想的清算方法是甚麼? 以前一輪 人們覺得是解散了 或者是獨立調查 現在已經沒有了 好像已經越來越遠了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沒有,因為沒有這件事 這件事不會發生的 假設有一天 沒有,沒有 將來幾十年之後 就算將現在 在這段時段 有warrant card在身的人 你將他們全部收監 但他們所造成的那個damage 你沒有辦法 recover 回不了 但是純粹要他們的penalty 就是 就算給了他們 你最想得到的那些penalty 給了他們做 但是 你對他們的憎恨 或者他們做出來 令到你的傷害 是不會因為他們三萬人 坐牢之後 而recover的 不一定是坐牢 假設你是神 不會 因為我是神 我的寬少爺 嘩 立即變成藍絲頻道 不不不不 死了 死了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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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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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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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會對我們的治療系統 有更加大的負擔 你不能動就不動就把床位震佳 到你自己爸媽中風的時候 沒有床位的時候 你自己自己想自家死了 撥開他們 可以奸開三萬人的床位區域 沒有清算嗎 只是理想化而已 你笑的 他都想得到有這麼實際 真的也是很認真的 真的很認真 不知道有什麼方法令到他們會內疚 我想這才是最大的折磨 你得不到原諒和寬恕 然後帶著內疚去了此殘身 這才是最大的懲罰 那是左膠 很左膠 那是左膠 你才是左膠 我作為一個佛教徒 我只能這樣 真的很悲天敏人 猜不到 很可怕 左膠激進左膠 死全街就不是左膠 你得罪你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一輩子都不原諒你 原來你就帶著不迫不禍原諒的遺憾 當然是 左膠應該是完全寬恕他們 等於你小時候扔下兒子不理 然後長大兒子不理你 不認你 你覺得這是最大的懲罰 這個懲罰是否比自己斷手斷腳更難受 你便看著兒子又大兒子 那兒子是不叫你 是不認你 我答不到你 我覺得最大的懲罰是不被原諒 如果這個就是全香港人一起禁 你覺得要怎樣進行一些所謂清算 或者將來一些payback才令香港人放低 不是的 香港人這三個字究竟是說750萬 七個五個八個 二百個 二百就加一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標準 要看到他們得到不同程度的果報才會滿足 你怎樣去修復那二百個不同的標準 你怎樣可以替這二百萬個人 去訂立一個 這二百萬人都滿意的標準來懲罰他們 沒有的 總會有人覺得嚴輕 有人嚴重 因為這個問題只是前設 譬如以前那一代Sori Sir那個 警隊的形狀是幾好的 不是這樣那麼差 算是OK 正正常常 不會無緣無故罵警察 但怎樣才可以回到以前的社會 不會 等於你身上的那一塊巴巴就是那一塊巴巴 不能回頭 但譬如說 十年後這一代的經濟 為何要回頭 我又不明白 為何要期望 如果 這是一個不合理的期待 我都明白 是一個不合理的 是一個不合理的 然後 我叫你忘記 你都忘記不了他們做過的事 就算做這些事的警察 所謂應有的懲罰 你也是不原諒 就不原諒 原不原諒和他得到什麼結果 是兩件事 如果你要原諒 就算他沒有得到預期的 或者那些很悲慘的下場 也好 你都會原諒的 你是不原諒的話 他怎樣轉手轉角 或者那些什麼中風 或太陽道 你還是不會原諒的 這是從我們市民的主觀看來 再有一個問題 就是 十年後二十年後 換了特首 換了政府什麼都好 換了政黨什麼都好 政府要做什麼 去提升警隊的形象 要說盡難想 因為你的前設 不是前設 又不知道換了什麼政黨 又不知道換了什麼政府 比你是特首 不會的 因為這些是自然而然發生的 當你上面那個指示 要你這三萬人做這些事的時候 自然就會令到七百多萬人 對這三萬人有這種態度和對待 這是一個因果 到上面 突然間有一個指示 就是你們要做 全部要做 就是國際有儀小姐 這三萬人自然會變成國際有儀小姐 然後 外面那七百多萬人就會覺得 這三萬人是國際有儀小姐 印象又不一樣 這個 你知道什麼叫警務 我問你 你知道什麼叫警務 真是好問題 不知道 你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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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警務呢 嗯 就是當大眾市民不想做的事情 就是警務 我們為什麼要創造警隊呢 就是要將一般市民大眾 從不想碰到 不想做 不想見的事情 全部撥給這幫人做 嗯 然後因為他們要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 於是我給了一個較高的薪酬和福利 去令這幫人幫我解決 不要幫我解決 幫我處理這些我不想見到 不想碰到的事情 嗯 譬如什麼 客社會 這些人這麼可怕 我沒有辦法跟他做 我有失身份 我就叫警察去做 嗯 去處理 好 哇 一來死屍 爛了 就叫警察去處理 喂 泥機滴水 怎麼搞的 滴到我的衣服濕了 就叫警察去處理 晚上十點半之後 很吵 睡不著睡 就叫警察去處理 我不想跟他正面衝突 因為樓上樓下 即一晚見面 我不想跟他衝突 喂 阿Sir你幫我跟他說 很吵 警務就是大眾市民 不想做 不想碰 不想見的事情 他們最不想觸碰的事情 就是交由這對人 去幫他們處理 記住是處理而不是解決 嗯 警務不是去解決 市民大眾遇到的麻煩 他只是將這個麻煩 移交去相關的法治機構 由不同的司法機構去處理 這個勞資問題 交給勞資審裁處 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就交給法庭 警察從來沒有在現場解決過任何的麻煩 你幻想由投訴噪音 冷氣機滴水 家裡的dispute 到處真的有人犯法 搶東西拉東西都好 他只是將一個疑犯 拉上法庭而已 他有沒有即場開槍打他 沒有 他沒有解決這件事 警察不是去解決你的麻煩和問題 警察是將你的麻煩和問題 送到適當的司法機構 由他們專業地去做一個仲裁 和判決 這些麻煩的事情你做不做 我不做 就交給這三萬個人去做 所以為何要給他宿舍 為何要給他一個所謂較高的人工 就是因為他正在做我們不想做的事 給你做不做 執司 你不做 上去跟一個冷氣滴水的人吵 你吵不吵 我不想跟他吵 因為每天同一台電梯 那誰跟他吵 叫警察跟他吵 警務就是去處理大家 不想碰 不屑去觸碰的事 一個社會最簡單的就是分三大板塊 第一個板塊就是 知法而去犯法的權貴 第二個板塊就是 無視法律而去違規作帶的所謂地下社團 黑社會 第三類就是 最大多數的就是 因為害怕法律 所以守法的大眾市民 這三大板塊互相之間 是不是會有磨擦 權貴當然跟黑社會有磨擦 黑社會跟市民有磨擦 市民跟權貴也有磨擦 這三大板塊 如何組成社群必備的三大板塊 如何令他們磨擦得來 不會出血呢 你不需要KY 那誰去做KY 就是警察 你不知那些KY 在三大板塊裏面 他們磨得來 又不會出血 但又磨得下 這就是整個社會的結構 你說KY有沒有作用 你需要的時候就有 你說KY是否骯髒 用完便會骯髒 本來透明的 用完便變黃色 然後你嫌棄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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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知道警務是甚麼 然後我們才可以去要求他們怎樣去執行警務 還有要用一個甚麼的 我不說態度 你要達到一個甚麼的水準 你才合乎一個市民對你們的期望 因為你們得到的那個薪酬 是我們對你有一個較高的期望 因為你是處理一些我們不想碰到的東西 而我期望你是會處理得很好 儘快將這些問題送到相關的司法部門 由他們去做仲裁 然後你給一個客觀的口供 陳述事發經過的時候發生甚麼事 由仲裁的那個仲裁員也好 仲裁官也好 他去做一個判斷 令到那三大板法互相之間磨擦的時候 到最後 你犯了法的人 是得到應有的懲罰 唯非作歹的人 是得到應有的果報 而被傷害的無辜市民 或者被傷害的一群 是會得到公義的彰顯 這就是所謂平衡 然後很簡單 問回你 你肯不肯做這些警務 你有沒有能力去處理這些警務 一個正直不偏不倚的人 是做不到警務的 是做不到警務的 正直 正直 黑社會你不對 你不對 你不對 你不可以這樣跟他去交涉 你一定要 等於CID 過去CID第一課 你怎樣才可以捉到賊 首先你當自己是賊 你要去處理這三大板塊 所產生的磨擦的時候 首先你不可以正直 你正直 你正直 告訴他你將會怎樣的時候 他便會知道怎樣應對你 所以消防才需要正直和英俊 警察一定要猜 而且要不英俊 如果你同意剛才我描述的那個警務 那個定義 你同意的話 你便會明白 或者稍微明白 其實今天他們令我們這麼失望 不是因為單單他們所做出來的種種惡行 而是他們完全在違背我們對他們的信任 這才是令我們最憤怒和最不開心的事情 而他們用來背叛我們的信任的手法 就是一棍一棍地打 一槍一槍地打開門 這才是令我們無法相信 你收了工 交一枝槍回到窗房 你不是跟我一樣在酒樓等位嗎 上巴士分分鐘我看到你穿的黑襪 我已經知道你是警察 我讓你先上去 為何是黑襪 他真的不知道 他一定要穿黑襪 軍裝警察 去警察就是換衣服 沒可能帶襪子回來換 他穿黑襪子回來開工 下班就穿黑襪子 即是換衣服 他下班的時候 他也穿黑襪子 所以一個穿黑襪子的人 十幾期九都是警察 我就這樣說 用這個做一個判斷 現在很聰明 他們一看到穿黑襪子 他猜都是警察 他現在就換襪子了 沒想過是這樣想 幾生期幾生期 不 你可以 高低是否手快被林紅柚 炒完人 炒你先還是炒我先 我先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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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炒不到你 我先炒你 是否完結了 你們開始不理我了 我已經炒了 是否因為 我正在想 完結了今天的面試之後 如果被人炒了 試到一個就出不了這條影 不會 被林寶信 這條片是無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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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辜的 是無辜的 永遠存在在一個電話裡面 但永遠都是無辜的 就是沒有人理會 你怎知道 你怎知道 你怎知道現在 有沒有被人勾了線 已經套了一個臂份 習大大都在給你 對呀 對呀 怎麼可以叫他過金 我們做判斷之前 我們首先不要被立場 即是局限了自己 立場新聞還是什麼 立場新聞 被立場新聞負責 因為 很多 怎麼說呢 因為 分析能力 和洞察力 不強的人 才需要一個立場圈著自己 因為只要圈了自己的話 所有不在圈裡面的人 不在圈裡面的東西都是錯 在圈外的東西一定是錯 只要在圈裡面 他認同的東西就是對 一同溫察 所以就變成有立場的話 或者用過立場站出來 就很容易被人察覺到 其實 你可能不夠冷靜地去做一個 有一個洞察去分析 然後就 也都因為 怕沒有面子 或者任何面子上的東西 於是乎 就以立場作為一個 一個 defense 所以我們不是針對警察所做的措施 但是我們要知道他們的基礎是什麼 然後才可以在基礎上面去 分析到他做什麼是對 做什麼是不對 然後在他做什麼不對的地方上面 我們要去 提出和指責 這個才是比較公道的 如果不是 又是 反過來 總之他做什麼都是對的 一切的錯都是他的錯 那哪有計謊呢 那警務那個 真的沒有想過 幾好 第一次聽 第一次聽 幾好幾好 終於 沒有了 沒有什麼警務處長會說 什麼叫警務 這個是哪個聽法 你自己想 這是根據我的體會 是 這是Google 對 明天 終於有一件事 之後你的Wiki會有 你的Wiki會有 你的Wiki帳戶 改一下 專屬寫 放高燈新聞台 威嚇也好 你還有什麼 現場觀眾 有沒有想知道 拍攝警棍 拍攝警棍 整個時間都很長 有沒有說什麼 初中喝著拍攝 最後拍攝出來的 好像孟子 有一次想的 其實我是原本負責製作的 各位導演 和整個團隊 他已經想好了一個 一個方法去做 但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 與其依賴構圖 去達到目的 所以說 倒不如我們 真是付諸一些 具體一點的場景 去令 看的人 容易一點 因為整件事 只有兩分鐘 沒有什麼蝙蝠去鋪電 於是 結果就是 我們有太子站 我們會有西灣河出擊案現場 然後 我們將 警棍 寓意成為 一種 可以擴散的想法 或者病毒 也好 然後 就 開始擴散了 然後 希望 有這種想法的人 都 手放在後面 然後 拿著自己 相信的東西 就是 那支警棍 然後 在社會裏面 去發揚公開 這跟歌詞 的原意是差不多 就是 就是 我們聽回 Achorus 都是說 有你跟我一起並肩 我們就可以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因為 我們要做的事情 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譬如我們要把真相愛正 對現 這不是一個人做的事情 不是Senshuku 所以 你一定要是 所有人 或者大部分的人 都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公義不是 不是一件衣服 公義是一個集體行為 你要大部分的人 都是 做一些公義的事情 那麼 那個社群才會被 第三者看起來 是一個有公義的地方 而不是說 我這也是一個公義的地方 不是的 這不是一個slogan 這是一個 行為的體驗 所以 要 將這件事 傳播傳播傳播出去 大家 背後都有一支警棍 支撐著自己 我原本是一個稀少露罵 低成本劣質製作的網上節目 我沒有想過要這麼神聖的 我再說一次 我沒有想過要這麼神聖的 不是的 就斬開兩段 一段是給一些狗狗狗狗的 一段是給一些很認真的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你想看一些欺少露罵的比度 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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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一個合法伴侶的話 你可不可以把你欺少露罵的一面 給外面的人 回來就給一個嚴肅的喝 不可以的 可能可以的 不可以的 你試一下 她的樣子不像有伴侶 你別管她 她的IT獨男的樣子 她是家裡的 是Merry公寫來的 不好意思 沒有的 當大家對你有期望的時候 就是不好玩的時候 開始了 是的 太認真了 我不好玩的 所以我經常說 那些節目的訪問不認真 那不是鏗鏘集的 就是這樣 你想看鏗鏘集的 你別看過我們 好吧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多捧場景棍 Wonhee.tv 對 Wonhee.tv 在Wonhee.tv 首播完之後 就會放到公開 大家一起看 入出鏡應該都看得到 我們工作的速度 是 三個月後 三個月後 我們工作速度差不多 剛才說的 十月四號五號 不是多餘嗎 是的 多餘 拜拜